今天主要我們要示範的是用 這個周波式的真空加壓駐造機 去灌注我們950的一個物件 那在這個灌注之前呢 我們必須要先把機器給確認好 所有的組成是否都正常 包括水啊 汽皮啊 還有裡面的一些組成的部分 包括像你看這個石墨乾鍋 石墨棒上面是不是有其他的料殘餘 那檢查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做開機的動作 開機之後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按照我們的金屬料 去設定它的溶晶溫度 就是溶化的鑄造溫度 鑄造溫度 那設定好鑄造溫度之後呢 我們選定它的一個升溫的速率 然後呢 我們要給它一點點的氮氣 給它一點的氮氣 保護這個乾鍋 不要在加熱過程中快速氧化 好了之後 按下加溫鈕 就開始進行預熱的動作 好 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這個石墨乾鍋 跟活塞棒 它是不是我們這個 ZDP最大的一個優點 你會看到這個石墨乾鍋呢 它中間抵住一個活塞棒 活塞棒中間有一個洞 這是拿來穿過碳溫線的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在碳溫的時候 是在這個乾鍋的正中心點 去探測金屬的溫度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金屬溫度只要一到 你就可以馬上把這個活塞棒給提起來 提起來的過程 料就會從下面吸進去 吸到我們的鋼管裡面去 所以它的溫度只要一到 就會完成鋸造的動作 那很多機器的設計 是把燙溫棒放在這個乾鍋的側邊 但是因為加熱線圈也在外面 所以它探測到的是加熱線圈的溫度 這樣的話對裡面的金屬料來講 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 或更高的溫度去溶 都會造成這個金屬料的一個破壞 所以這是ZDP很棒的一個優點 就是說它的碳溫線是在中心點 中心點去做一些碳溫的動作 第二個優點就是無氧鋸造的步驟 沒看到這兩個氣表 其實現在不斷的有氣體 灌在我們上面的龍筋的乾鍋這個地方 以及下面的鋼管石 所以這些氣灌進去之後呢 會把氧氣給排出來 所以裡面在龍筋過程是沒有氧的參與 這樣會降低我們金屬料氧化的一個作用 那再來會看到下面那個組成 這個組成很重要的 它是不斷的把氣灌到我們上面這個龍筋室 待會在鋸造的時候呢 這個氣會聚集在一起 把料往下沖 那下面也有吸力 所以一沖一吸 可以讓你的金屬 液態的金屬更快的到達定位 這就是它這個一個所謂無氧鋸造 一個加壓鋸造法的一個優點 現在溫度已經差不多了 那我們要把金屬料放進去我們的乾鍋室 所以呢我們先把它打開來 然後呢從這邊把它放進去 確定料都進去之後呢 把鋼鍋室給蓋起來 這時候你會看到 我們這裡呢 它會自己去偵測 喔你已經下我們的金屬了 它已經啟動它的鋸造的一個Program 所以待會它會出現一個數字 就是1的這個動作 表示你已經有料進去了 這樣1就已經偵測到 我們料已經下去了 把鋼管放下去 然後我們開始抽真空的動作 確定真空上來之後把它蓋起來 接下來咧 我們等溫度到 好現在溫度到了 按下去就可以開始灌注的動作 所以你會看到 現在已經開始在灌注了 P2P表示它現在正在加壓 把金屬料往下沖 下面有吸上面有壓的力量 所以金屬料很快進去 那就是P2P 待會出現3的時候 表示已經完成鋸造這個動作 甚至我們旁邊 會有泄壓的一個狀況出現 好這時候把它放掉 那因為待會我還有下一管的金屬料 所以我現在把下一管的金屬料給 倒進去 好下一管金屬料已經倒進去了 那我們就等這一支鋼管 它會出現3的動作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它取出來 好出現3了 我們把這邊打開來 好 然後呢 把真空慢慢的慢慢的放掉 好 然後 把它取起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